大家好,我是萌书 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角色动画 首先呢,在pose图里面的八个pose 我已经制作完成了 放在了动作库里面 那么我们取用的时候就很方便 可以直接插入去进行使用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的观看和学习呢 我们就使用第五个这个动作去制作角色的pose 首先我们之前的课程中讲过 我们在定角色pose的时候呢 需要打开自动冻结关键帧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舞台里所有的显示的骨骼 就会全部记录在我们的时间轴里 那么在实际的制作当中呢 我发现有一些同学经常会忘记 关闭这个自动冻结关键帧的选项 导致呢,动画会K出一些很多不必要的帧出来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我们这节课就直接关掉这个自动冻结关键帧的功能 首先我们在第一帧去把角色定到四三册的pose 那现在这就是我们角色四三册的一个转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操作过的谷歌呢 选中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的通道 那这个通道呢 就表示这根谷歌开过的帧 那么没有K过的谷歌呢 就没有这个红色的通道 表示在这里呢 这根谷歌没有被K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定pose的话 可以直接按Ctrl加F键 来去给角色所有的谷歌呢 去进行一个K帧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pose就已经定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第九帧 来插入我们的第五个pose 选择插入复制 那么这个pose呢 就已经放到了我们的时间轴里 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的这个脚呢 现在是有一个 稍微有一点位移 那么我们先去修正一下 这个脚的位置 首先我们选择两个脚骨的骨骼 还有身体控制的骨骼 那么打开洋葱皮 然后选择转换骨骼工具 去移动我们的角色 让它左侧的这个脚呢 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动画的效果 可以看到左侧的脚呢 就定在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中间的某一帧 来制作它的准备动作 那么准备动作呢 首先我们要把角色的脚和身体位移 回到我们的第一帧状态 也就是复制我们的这个 红色通道里的骨骼位移这一帧 复制过来 接下来呢 我们让角色进行一个下蹲 腿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转换骨骼工具 去拉一下小腿 那这个膝盖就过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准备动作 角色的准备动作呢 我们进行一下下蹲 还有弯腰的动作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不清楚这个准备动作 要做到什么程度的话呢 可以打开洋葱皮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pose 和最后一个pose的运动趋势 来制作我们的准备动作 现在的动画效果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制作一个过冲动作 让这个动画呢 更加生动一点 那么过冲动作的意思呢 就是在角色的这个动态趋势上面 再增加一些角度 比如说胸口这个骨骼 它是一个从右往左旋转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过冲的动作里面呢 它需要再往左移动一点 还有头 包括头这个也是 是从右往左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过冲动作里呢 我们就再把它往左旋转一些 那么过冲动作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最终的这个pose 往后复制一些 然后在前面的这个pose里呢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整个的角色动作 那我们腰部这根骨骼呢 是从右往左 包括胸口这个 也是 还有头 那我们就让它再往左走一些 头抬起来一些 手臂呢 是从下往上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让它再往上一点 小臂也是 再往上走一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动画效果 手这里呢 我们再让它往上一点 我们再让它往上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播放动画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口形和手形 是进行了一个乱跑的状态 那这是因为呢 我把手形和口形的切换呢 绑定到了骨骼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切换的骨骼上面呢 是线性的属性 那么它旋转的每一帧呢 都会进行一个显示 那么现在我这个手形和所有表情的切换的这个骨骼呢 已经打上了黄色的颜色 那么只需要在时间轴里找到黄色的这个通道 把骨骼旋转的这个通道呢 改成竹针模式 那么现在就进行了一个表情和手形的正常的切换 那么再细化一下 我们在角色下蹲的时候呢 让它闭眼睛 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呢 再让它把眼睛睁开 同样把关键针改成竹针模式 那么我们的手形和表情的切换呢 要在动作和动作之间 也就是在角色的动态上面去切换手形和表情 那会比较自然一些 那么这个手呢 我进行了一个翻转 也需要把这一针往前拉一点 口形呢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往前拉一点 要保持它的口形切换 在角色的这个动作的动线上面 那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动作 那现在整个角色的动画呢 就是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下一步的细化 也就是错针 那么这个错针呢 实际上也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这个动作呢 主要的动态都是在上半身 所以我们以腰部这根骨骼 为它的力的起点 那进行一个力的传递 胸口的这根骨骼呢 它的力的传递是来自于腰部 那我们往后给它错一针 那前面的这一针呢 可以让它保持一针 可以在这里写上保持一针 或者是按住out键 来拉伸我们这一针 那么手和头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力的传递 我们也需要进行错针 首先我们来看头 头部的骨骼呢 力来自于胸口这根骨骼 那么也就是说 头需要从胸口的骨骼上 再错一针 也就是错两针出来 第一针呢 我们就延长两针 那么头的上下一动呢 我们也我们也再错一针 手臂也是 通过胸口力的传递呢 我们再往后错一针 那么现在的动画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脚这里呢 也进行一下错针 先错两针试一下 搓一针看起来效果比较好一点 手呢 通过力的传递 通过胳膊的传递呢 我们也需要再往后错一针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角色动画了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胖嘟嘟的那种角色 有弹性的角色呢 可以给他的角色进行一下拉伸和压缩 那么我这里呢 有两根骨骼 分别控制头的缩放和身体的缩放 那么这里我们把它加进去 那么在角色下蹲的时候呢 我们给角色进行一下压缩 抬起来的时候呢 给它拉伸一下 然后在最后 恢复原始的状态 那么这两根骨骼呢 也需要进行一下 进行一下错针 那错一针就可以了 那么假如说我们的角色是 非常胖嘟嘟的那种 很弹性的角色呢 我们也许需要在最后呢 再给它压缩一下 然后再拉伸一次 最后再停到起始位置 那么也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需要手动去K帧 我们在这里呢 压缩了角色 在这里呢 拉伸了角色 那么在最后 就可以直接回到初始状态 在这里再回到初始状态的前一针呢 我们可以选择前面这一针 然后把它的属性呢 改成弹性 然后在跳技术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弹性术 弹跳术 那我设置 它弹跳两次 下面这个范围呢 我们可以 我们在做的时候 可以去查看一下曲线去做 那么我们点击其中一根骨骼 然后进入到运动曲线面板 双击前面的骨骼旋转按钮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弹性这一针 去修改一下范围数值 那么范围越大呢 表示这个曲线是越平滑的 范围越小呢 曲线是越尖锐的 然后我们再把最后回到初始位置的这一针呢 给它往后拉一些 拉到24针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那现在这个回弹有一些慢 我往前移动一下这个针 那么我们这个弹性呢 就可以完全设置成平滑模式 看一下我们的运动曲线 就是一个很平滑的一个曲线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弹性 弹性的范围呢 我现在通过看曲线 大概调整到2.5 就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动画 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弹性针来制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弹性动画了 那么这个动画呢 到这里就K的差不多了 假如说我们还需要 再给它进行一些细化的话 那么可以调整骨骼的速度曲线 那么骨骼的速度曲线呢 我们只能单个骨骼的去操作 比如说这个手臂 我希望它有一些速度的变化 那么我们需要选中这个手臂 然后把红色通道里的骨骼旋转的这一针 骨骼旋转的这些针呢 改成贝塞尔曲线模式 然后在运动曲线面板里调整它的曲线 那我现在随便调整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根手臂呢 就稍微有了一些速度的变化 那么我们的这个骨骼呢 调整曲线的话 只能一个骨骼一个骨骼的去操作 那假如说我们调整了 那假如说我们选择了多根骨骼 比如说大臂和小臂的骨骼 我们同时选中了 那么这个曲线呢就没有办法去调整了 骨骼的曲线呢 只能单根骨骼的去操作 那么我通常制作这种比较简单的动画的话呢 会使用它的默认的一个关键针差值的属性 比如说左边这个手臂 我会直接把它设置成缓入模式 那么缓入模式它的效果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是有一些速度在里面的 那么我现在把我所有K过的骨骼呢 都调整成缓入模式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可以看到缓入的这个角色的动画呢 会比线性模式更加有力度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骨骼的曲线 现在的骨骼曲线呢 是一个从慢到快的一个节奏 通常我制作这种比较简单的动画的话呢 都会使用这个缓入的这个模式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偷懒的一个曲线设置的方法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动画效果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知识点 首先是起始动作 然后是结束动作 然后K准备动作 然后是过冲动作 那这四个动作做完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角色各部位的错针 错针之后呢 还可以进行细化 也就是调整一下骨骼的曲线 基本完成了 那么这个动作呢 到现在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商业化 流程化的一个角色K针的方法 那么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对大家呢 也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就再见了 拜拜